在比跟比詞當中呢 比利斯的計算也是經常遇到的 那我想這個在國小都已經有遇到了 那所謂的一比兩百呢 要再記得的是就是 比利斯裡面一比兩百他們的單位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在我一個縮小的土裡面 你不可能在縮小的土裡面 找到一個很放大的一個公園 我走一步 我就說我走了一公里了 我走了兩公里了 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樣子 因為實際的面積太大了 而且我們要在紙上談冰 所以可能要在紙上 把一個很大規模的公園 縮小到一個小小的紙上 那我們必須去做一個縮減的動作 縮小比例的縮小 也就是說在地圖上 如果是一公分的意思的話 在實際的外面呢 就是兩百公分 那如果是兩十公分的呢 我們在地圖上量到是十公分 那代表在實際的面積呢 就是兩千公分 就是這個意思 那在這邊呢 我稍微簡單的解釋一下 因為這邊涉及到是平方的觀念 不是長度的觀念 所以呢我這邊 假設這是真正的地圖上的 如果說今天真正的地圖上 是一公分的話 那它的面積就是一平方公分 那再來我要請各位去幻想一下 這是我們的外面的環境 這是真正的外面環境 也就是說這個一公分的情況之下呢 我在外面的環境真正的代表的 這是兩百公分 這個也是兩百公分 那我想請問一下 真正外面它是幾平方公分 是不是兩百公分去乘以兩百公分 所以我們得到的是四萬平方公分 好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得到了一個長度的比例詞 長度比是一比兩百 這個叫長度比 是一比兩百 那麼所謂的面積比會是多少呢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解釋過了 這個是地圖上的 這是實際外面的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畫到兩百公分 我們用想像的 就是在地圖上呢 我們看到是一平方公分 在外面呢 我們可以得到就是兩百公分 去乘以兩百公分 得到一個四萬平方公分 所以在地圖面積比呢 換成長度比是一比兩百的話 我們轉換成面積比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R做平方 所以就一比上兩百的平方 當然這個也可以寫個平方 因為反正一的平方還是一 這一比上四 然後呢四個0 是一比四萬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來解這一題就簡單多了 他說 在縮小的地圖上 面積十五平方公分的土地 它真正的面積是多少呢 那既然是一比四萬 我們就把十五呢 去乘上四萬 就等於六十一二三四 我們就得到六十萬平方公分 我想這個就是這一集最簡單的一個想法跟計算邏輯 謝謝